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为我们揭晓的是制片人侯洪亮导演刘江 大家好 我其实今年特别期待的一部电视剧 是刘江导演拍摄的老酒馆 其实我特别想问导演 就演员如何才能成为卓越品质之星 卓越品质的演员他需要两方面 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准备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态度 你是不是用最认真的态度敬业的态度来完成你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品质演员 我们刚刚合作过 在我们拍摄的180天的工作日里面 没有请一天假 非常敬业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有请唐妍摘一下品质之过 发表品质感言 《规去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通过肖青这个角色呢 也让我获得了不少的思考和成长 一个人究竟是应该选择对的事情 还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那我相信看过《规去来》这部作品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能够找到清晰的答案 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唐烟 看到一个在不断前进的唐烟 那谢谢SMG 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规去来》所有的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 因为一部好的作品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 我也会带更多的作品送给大家 谢谢一直在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祝贺唐烟 接下来我们要向各位推荐的这位年度卓越品质男演员 何总您应该非常熟悉 没错 就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兄弟 是郑武阳光合作最多的男演员 可以说是真是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的 踏踏实实走到今天 年度卓越品质之心 恭喜王凯获获得年度卓越品质之心 也请王凯发表品质感悟 其实这部戏 我们整个剧组 所有的设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 我们历经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其实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能够有今天的成果 我觉得回想起之前的种种危险也好 艰苦也好 困难也好 一切都是值得的 刚刚那个刷了一下微博 刷了一下微博 然后大家说我胖了 是胖了一点 是胖了一点 然后大家把那个 大家把那个我去年来参加品质盛典的时候的照片和我今天的照片做了一个对比 因为我去年来品质盛典的时候 我正在拍大江大河 那会儿我是真的瘦 此时此刻我回来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改革开放好 切切实实地带给了我们 幸福美好的生活 是不是 朋友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 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就像宋云辉最后的一个 结尾说的那句话一样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谢谢大家 也谢谢两位品质推荐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揭晓的是 电视剧《风云人物》 那这个荣誉厉害了 你看这有风又有云 风云在一块呢 那就是呼风唤雨了 对不对 在这个银屏上 呼风唤雨的同时 我们的演员啊 一个个也是险山露水啊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 品质推荐人 林小冉 董洁 万倩 大家好 我今天推荐的 这位风云人物呢 怎么说 她是可以说她见证了我的青春 在我是一个舞蹈演员的时候 她就认识我 我们一起合作过 像雨又像风 她是我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位人物 形容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比较恰当的是 我们在最美好的莲花相遇 从此是朋友 是知己 也是亲人 那我想说 那我想说 我跟她一起合作 她在戏里面呢 是一个当我遇到任何危难的时候 都会跳出来的小叮当 在戏外又是一个很体贴很幽默的哥哥 行走的盛世美颜 你们值得拥有 电视剧风云人物 掌声有请陈坤 行走的盛世美颜 走上我们的品质舞台 摘取品质之国 特别谢谢 谢谢SMG 谢谢东方卫视 很感谢 跟我合作过的三位优秀女演员 为我做推荐 因为拍戏到现在 一直以来的话 我觉得我都是很幸运的 可以跟很好的演员 和很好的团队一起合作 我很荣幸跟你们一起拍播戏 真的 那同时呢 我也非常的高兴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 得到这个荣誉 谢谢所有朋友对我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 当然 还要特别的感谢 东方卫视 对我们托升这部戏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 谢谢 我们的监制 也是编剧汪启南先生 因为他的 给我看剧本 促成了我这次拍摄 让我品尝到了 可以同时演两个角色的幸福感 那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朋友们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 文艺界 社科界委员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名德引领风尚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推荐的是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导演李绍红演员 孙洪蕾 朱一龙 为我们做品质推荐 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少红导演 还有红雷哥一起来揭晓 年度品质榜样这部剧 今天到盛典来呢 会感觉非常开心 然后也收获到了很多 更加领会了演员的意义 和品质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是 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这个称号将授予上一年度受到观众喜爱 具有社会价值 具有精品品质的经典佳作 感谢各位 用电视剧引领风尚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抚慰心灵 鼓舞信心 这是我们电视剧的光荣 也是我们所有电视剧人的骄傲 接下来荣获年度品质榜样剧的事 请看大屏幕 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欢迎大江大河剧组登台 同时呢 他也获得了2018年度 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台网 关注电视剧书荣 作为东方卫视县里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优秀剧目 大江大河是一部有温度 有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 全景展现了改革先行者们 在时代浪潮中 探索和突围的故事 在腾讯视频 获得了30亿的播放量 无数观众被剧情传递的热血 和真情所感动 欢迎你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 美好生活剧组登台 有请李小软 李乃文老师 还有我们的制作人 应该 欢迎《归去来》剧组登台 有请唐嫣 罗静 还有我们的刘翔导演 恭喜以上三个剧组 那现在让我们欢迎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建军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 高运斐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长 彭俊杰 为他们颁授品质之果 祝贺三个剧组 特别开心 因为真的是 一部文艺作品 它不可能 就很偶然的成功 是党期好 剧本好 演员好 宣传推广好 平台好 这一系列的好 其实代表了 剧组台前台后的 这些工作人员 共同的努力 感谢 美好生活剧组 那么今天呢 我非常荣幸 都拿到了这个 品质榜样剧作奖 与其我们去期望 转发景理 来分享些运气 不如我们踏踏实实地 把内容做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说 在寒冬之后 又迎来新的一轮生机 首先 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能够把如此 殊胜的大奖 给予归取来剧组 非常感恩这份肯定 感恩这份荣誉 我们会继续努力前行 拍出更多更好的剧 奉献给大家 谢谢 我们也再次掌声祝贺 以上的三个剧组 祝贺你们 在冰冷森林中 我已孤独穿心太久 别忘了 像北人的空管头 谁在意心里的手 那条明明的山坡 和你冲结这寂寞 那就让走吧 奔向遥远的天际遨游 陪你用手直到世界尽头 渴望的心不要利用 善良的青春岁月 紧握住温暖的双手 那些错过了冬静的眼泪 为了珍惜今天所有 阳光下的旅渡 写满写满真心的位置 是属于我的心中 让我不能停用 我们在追求 为了理想只处奔走 追忆童年的自由 已变成奢望的梦 来去匆匆的脚步 如同时光的沙漏 擦亮那星空 光芒会照亮我的方舟 陪你用手直到世界尽头 渴望的心不要利用 善良的青春岁月 沉默住温暖的双手 那些错过了冬静的眼泪 为了珍惜今天所有 我们在追求冬静的眼泪 阳光下的灵徒 塵满写满真心的位置 是属于我的心中 让我不能停留 让我永不回答 让我永不回答 这些作品是经历了 SMG的黄金时段的 电视剧综合评价体系的评审 最终脱颖而出的 让我们有请品质推荐人导演 姚晓风演员宋毅 大家好 我是姚晓风 大家晚上好 我是宋毅 非常荣幸 东方电视台能请我来 颁布这个最佳品质剧作 这些很有品质的剧作里面 也有一些栩栩如生 有血有肉的人物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一起揭晓 年度品质剧作这项荣誉 年度品质剧作 有请剧组代表登台 祝贺你们 同时让我们有请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 东方卫视中心党委书记袁雷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宇仁 为他们授予品质硕果 在这里呢 我们代表东方卫视的观众 也感谢以上的剧作方 为我们2018年的东方卫视迎评 带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好剧 也期待你们2019年 有更多的剧登陆东方卫视 再一次恭喜年度品质剧组 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谢谢 恭喜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 演员徐红浩 曹征 接下来我们将为各位揭晓 年度飞跃表演巨星 其中有一位和我多次合作 还有一位在我的心里 她是一个演技与颜值并存的优秀的 年轻的女演员 请开大屏幕 年度分月表演巨星 掌声欢迎各位 邀请你们摘下 属于自己的品质之果 也请发表你们的品质感悟 恭喜焦俊燕 猴梦莎 潘芝林 欢迎 大家好 我是焦俊燕 拿了这个鼓励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会加油 谢谢 拿着这一个成定定的小苹果 我想我以后的路走得更踏实 把每一个角色体会到心里去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是潘芝林 谢谢你们的帮助 才使我这个谈豆豆这个角色 能够更加的发光发财 我会再接再厉 拍出更多有品质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鼓励的掌声送给他们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品质推荐人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演员 唐烟 罗靖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是 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那这两位呢 是我的大学同学 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饰演了一对夫妻备受好评 对 很巧 正好他的其中一位大学同学呢 是我大学同学的家属 那咱们就不卖关子了啊 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祝贺两位有请童谣 杨硕 欢迎 好 我们先请两位领取品质之果 表演离不开剧本和制作团队 在拍《大江大河》这部戏 我在禁线的三个月里面 真的每次回想起来那段日子 都让我心里特别温暖 感谢的是我的搭档 王凯 还有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同学杨硕 在戏里一直欺负我 但是戏外对我很好的小明姐 以后如果我们再合作 我不会让你生气喝那么多碗粥了 我刚才站在这舞台上 我突然有一种这个醉孽感 去年是我跟涛姐一起站在这儿的 然后今年我就跟童谣站在这儿了 感谢《大江大河》里面的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妈妈 小明姐 刚才我感动死了 祝贺杨硕 其实呢应该说东方卫视会给杨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刚才呢唐妍已经提到了 台上的四位有三位是大学同班同学 我们今天拿到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那就是童谣和杨硕12年前的毕业照 大家想看吗 好 刘涛 你对杨硕比较熟哈 你来评价一下吧 童谣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的美 但是杨硕长得是着急了一点 但是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真不忘初心的人 所以就算你现在长得胡子拉擦的样子 我觉得你依然还是很帅 今天既然是同学聚首啊 我觉得可以互相来说一说 杨硕 对的确我们俩 在大学是大段子最多的同学 我觉得他还是 就是对表演的那份热情是没变的 因为我这次跟他拍戏 我觉得他还是当年那个能在排练厅 就是把道具什么都搬好 然后等着第二天交作业 能睡在排练厅的那个大男孩 变化的就是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着急 那我们请越来越着急的杨硕 走到童谣身边 这个说女同学可不好说 没变的 没变的我觉得瑶瑶和唐唐她们俩 都是还是那么美 然后是还是那么单纯 变的就是越来越油墙滑掉 而且还会挑戏我 是带着联系与爱的欺负 来唐嫣 你也可以来说说她们 其实这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次跟童谣在工作场合见到 同学的情意我相信再过多少年 几十年都是不会变的还是亲切感 然后杨硕的话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就演过我爸 其实真的没有怎么变 变的可能真的就是童谣说的 越来越着急 而且刚才刘涛呢 我刚刚在私底下也给我们介绍了 杨硕曾经私下放言跟刘涛说 只要跟我合作过的 演过我恋人妻子的女演员必火 我说过这话吗 你说过这话 不知道她会不会有那种表现 就是说一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在布灯的时候 她会一直在那做佛撑 因为我跟她合作两次 我发现她都有这个习惯 真的吗 今天要试一下吗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环节 我这满脑袋汗 给点鼓励 为了马上的新戏做准备 罗敬变成了她的服装助理 可以了可以了 因为我那颗扣绷得太紧了 我要干嘛 算了算了 我们不为难你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不为难你了 非常感谢 更加的谢谢你们 给我们分享了那么温暖 那么美好的回忆 好也谢谢我们两位推荐人 好